欢迎收看频道 那么3一集呢 我玩了这个三刀流啊 这把三刀流呢 就是用了800万买回来的啊 就是算是最贵的一把武器啊 上一集呢 我说错了 就是说我说了这把武器呢 伤害蛮低的 其实不低哦 因为有观众告诉我呢 这个等级呢 升得越高 它的伤害就越高啊啊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 上一集的伤害呢 是2500多啊 我记得是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把这把武器呢 给强化了 加上穿这个衣服 然后再开武装饰 然后它的一集的伤害是 3500啊 多多的只能一千伤害耶 超痛的好不好 有没有观众 很痛耶 所以这把三刀流的伤害呢 啊真的不是低哦 是蛮高的 如果你要想知道 想如何拿到这把刀的话 可以看我上一集哦 我有叫一叫啊 OK那么今天玩什么呢 那么今天玩的就是 我要解这个天宇啊 天天天天宇 那么今天我要解一个 玉田双刀啦 就是呢这两把刀啦 等一下呢 我会展示这两把刀的招数先 才来去解这两把刀吧 把它合成起来啊 听说是最强的武器吧 因为 蛮多人在用的 我经常看到有人在用 OK那么我们就飞 滑滑滑滑滑游戏 开始吧 Let's go OK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玩这个 天羽先吧 OK装备下去 就是这把天羽啦 哈 它的这把刀呢 我已经练满等了 等下要展示一下招 然后它的这个布袭呢 是长这样子啦 它后面拿着的 有点帅气的样子 还不错不错 OK我们就看一下招吧 它普通打人的话 就是 一击两千三百多 因为还没有练满等啊 所以伤害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就连打的话 就这样子啦 连斩 连三刀 然后 三刀就冲前去 啊 啊 就是有点意外的是 我展的时候呢 是红色的咧 我还以为它那个光呢 是白色的 啊 结果是红色的咧 OK 那么呢 开武装色的话 就 哦 它武装色 诶很美诶 配起来 它是红色的光诶 你们注意一下 看 红色的光诶 哇 诶不一样的 这个武装色 平时的武装色呢 都是黑色的 它这个是 这个变红色的诶 哇 帅哦 这个 哦 不错不错不错 OK 那么第一招 天龙啊 哇 很帅哦 名字 OK 那么第一招是 呼呼 连斩诶 哇 这个很帅这招 超帅的好不好 来来来来 来连斩 哦 5,900伤害 哇 超级高的咧 哇 还没有练满等诶 哇 这伤害 变 变态的吗 Oh my God 哦 这个招 哇 真的是超高的诶 我感觉上 我伤到流 好像不比这把刀墙诶 哇 它的300灯的招呢 就是 哦 摆出一个布袭出来哦 然后就 斩嘛 哦 冲键去连斩啊 哦 OK 这个伤害就4500 4500 还可以还可以 哇 第一招是太帅了 再来 连 哦 它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效果在的咧 我在存力的时候 连斩啊 我在实际用过啊 你们注意一下啊 你看它还有一个效果了啊 你看 呸 啊 收进去 啊 好像把力量呢 存去它把刀这里啊 哇 很帅哦 Oh my God OK 撕下连招就 来连斩 哦 冲进去 抓 哦 可以打出一万出来耶 好高哦 这个它没有合成的刀耶 把它合成之后 不是更帅的吗 OK OK 很期待咯 现在很期待咯 OK 我们就换刀啊 现在换那个研磨啊 啊 来来来来 换研磨 我这研磨 它武装色 哦 也是也是这样子吗 也是红色的耶 然后 它普通卡 哦 它普通打人也是一样啦 跟那个 天女是一样的 呃 有点小可惜啦 就 都可以做到不一样的那种打斗的话 我觉得更赞耶 OK 它打起来呢 就 和天女也是一样啦 伤害也是一样啦 OK 就 嗯 一般般啦 武装色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OK OK 那么就还使用第一招吧 这个地狱之剑嘛 应该也是很帅的吧 就 哦 它举起一把 刀 举 刀起来 然后就 哦 哦 就是 那个龙俭峰 然后丢一把剑 那个剑出去嘛 OK 蛮帅的 不过伤害好像也是 4500啊 还可以还可以 来 再 转拳 展 啊 4500啊 啊 还可以啦 还不错还不错 OK 那么这个地狱之剑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哦 也是纯粒耶 你看到没有 再来 哦 这个伤害好像变得很低哦 它这个是 刚刚是龙俭峰吗 后面有 我再看过啊 是我没有击中到吗 再看多一次啊 呃 来 涨过去 哦 啊就这样子啦 也是一个冲刺啦 不过是伤害变蛮低了 3800而已耶 有点大分别哦 天女和炎魔 有点大分别哦 那个伤害 这个炎魔伤害比较低耶 赞 赞赞啊 你看 它联系的伤害才 8000 8200 少 少差不多2000耶 不过整体来说呢 算高啦 算厉害了 我觉得算不错 算不错 不过这把炎魔呢 就是我不知道啦 这个Robox 更新之后呢 他炎魔会不会变成Zoro 他把炎魔没有的 因为 在戏里面的Zoro呢 现在是用着这把炎魔啊 哈哈 不知道会更新没有呢 OK那么天女和炎魔呢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来园区告诉我 OK那么现在呢 我要把这两把刀 给合成啦 OK 那么的话 我有上网看攻略啊 他的地方好像在这里啊 先上去 在这个后面这里啊 OK 过去先 在这个后面 这里吗 啊 这有一个路口啊 这个路口呢 是封起来的 OK 你要怎样开这个门呢 你要过来这里啊 就来这里 他这个这里后面 啊 有一个人啊 刚刚我看了攻略啊 就是我忘记了 就是呢 我这个天女和炎魔呢 你必须要练到350等先啊 才可以接任务 OK 然后这张门呢 是可以开了 如果你没有满等的话 是可以开的 你看啊 我现在开了 我开门了 我过去后面 跳上去 跳上去 OK 你看 他已经开门了 啊 就是这里啦 然后这里呢 就是可以解任务啊 不过 我等级还不够 收影呢 不能毒啊 OK 那么等下我再到回来啊 去慢慢的研究一下吧 OK 先去升等先吧 来来来来 OK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把天女和那个炎魔 已经把它升到350等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OK 来 然后这里就 蛮多骨头的这里 OK 这地方 他旁边和 他左边和右边有点不一样的 他左边这个是 机器 诶 他右边呢 右边是 啊 傻逼吗 诶 OK 不要闹了 他左边呢 应该是天堂吧 因为是天使啊 所以跟天堂有关系吧 右边呢 应该就是恶魔吧 你看 有拿着三叉的 然后 呃 应该是恶魔吧 应该这里应该是炎魔 这边应该是天女吧 OK 我们先来解天女先吧 OK 上吧 350等的时候 你看 现在就可以解任务啦 OK 那么我们就解第一个任务吧 OK 那么第一个任务呢 我也看攻略啦 就是 他是要找 找船吗 是吗 OK 第一个任务呢 是码头啦 我上网看人家刺去啦 我们就跟着他刺去走吧 OK 首先第一个码头就来 这边就是乌柜岛的码头啦 我们就先下去 OK 就是跟 跟左边这个 这个这个黑衣的这个人 对话 OK 对话 然后下一个就 呃 再下一个 啊 对啦 就是这个 这个按他 这个英文字的这个 OK 然后呢 下一个呢 我们就回去那个城堡啦 我们就传送先 OK 然后来到城堡 然后就直接过去 就在后面这里而已 下去 哎哎哎哎哎哎 OK 在这里 再跟他对话 也是一样的人 再下一个 然后就 OK OK 那我们就下一个 OK 来到墨滴滴了 然后就过去 跟他对话 OK 应该就完成了吧 好像是 下一个啊 啊 就是他啦 OK 来 按下去就 啊 然后呢 他会给我一个道具啊 啊 给我一个道具 我看一下啊 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呢 要收集啊 等下要解那个 天女双刀啊 OK 天天 天女双刀 这天双刀 天女双刀是什么鬼啊 What OK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来了 OK 那么就继续接第二个任务啊 他每一个任务呢 有三个啊 也就是说 天女有三个任务 那个 炎魔有三个任务啊 OK 就接第二个任务吧 第二个任务呢 我上网有查一查 就是呢 你要那个 打那个 那个 城堡海盗啊 那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要打那个 城堡的那个海盗啊 等下有一个 袭击啊 这里要 要等一下 等他出来之后 我们打他 应该就可以完成任务啊 我们这里就 等一下吧 应该是 满月之后 下一个晚上呢 就会出现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吧 在等待的时候 我来抽下果实啊 我很久没有拍影片 然后抽果实 给大家看了 就真的有点 很久没有抽了 来抽一下吧 希望抽到一个 很好的果实 抽下去 呃 哎呦 抽到什么果实啊 这是 啊 优势案 果实 嗯 啊 OK啦 收起来先吧 OK 现在海盗来西纪了 我们就赶快快点回忆去先吧 准备准备啊 啊 传送传送 快快快快快 OK来了 啊 我们这里快快刷 快快刷掉啊 应该就可以完成任务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应该是要打最后一个Boss吧 来来来来 OK最后一个应该是Boss了吧 它雪比较长的 OK 打赢了 诶诶诶诶 拿到了拿到了 应该是拿了第二个了吧 呃 看一下啊 啊 两个两个了 OK就完成了 就很简单啊 只是 要等而已啦 就是要等而已啦 OKOK 我们就来接下啊 去去最后一个任务吧 OK 那么最后一个任务啊 就再来接一下啊 我就接下来 最后一个任务啊 最后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打赢的大妈 啊 我们就直接过去打赢他先吧 来 OK 那么现在到了大妈这里 我们就跟他开赢吧 现在就打赢他吧 应该就可以 呃 完成了 不知道 先打先打 OK 好像是会传送的啊 打赢他之后 然后这里就小心一点吧 来来来来 我忘记了 可以开赢啊 嘿嘿 等一下 他大妈伤害说真的 超级高的 每次打到我的半天雪 没有了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半球血了 哎 打打打 撑撑撑撑撑 打快快快快 快点 打快点 啊 哎 OK我任务失败了 然后呢 我也上网查一查 就是呢 可能是他这个任务呢 是有现实的 就是到一个时间之后 就会算任务失败了 或者是我死掉之后 就算失败吗 应该是有限定时间的啊 所以就 要在一个时间里面呢 打赢他 所以 我们下一轮呢 就快速的打赢他先吧 OK OK 那么现在有重启游戏了啊 你重启游戏的时候呢 你这个道具呢 是不会消失啊 所以 可以放心哦 OK 那么现在呢 我不清楚 要不要再借多一次任务了 应该是 哦 重启游戏呢 你要重新借过任务了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找大妈了 OK 来这一次要成功哦 OK 那么喜欢这一次呢 不用失败了 OK 来开始吧 来打啊 来打 OK残血 来快快快 残血罢了 打下去 来不要再开招 不要再开 OK打赢了 哦 路顶 哦 成功了 哦 OK 传送了 哦 到天堂了 耶 Let's go Let's go 这里就是天堂啊 Oh my God OK 那么在这里呢 好像是要找按钮吗 哦 这是火把吗 是这个吗 按一 哦 OK 你不用帅了 OK 来战斗战斗 来 打门消灭 对了他 应该不会难吧 OK 这怪物 他血量还蛮 算高的咧 不过 不过这怪物还蛮简单的 OK 简单简单 OK 下一个 要启动火把 要找火把 火把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慢慢找吧 一个一个来找吧 啊 这有一个 OK 启动 楼散 OK 打小怪 可以可以可以 应该不会难 来打 全部打完他 这也是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骷鲁头耶 黄金骷鲁头吗 OK OK 不知道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限时间的吧 最后一个 这里有吗 还有一个火把 OK 在这里 启动 哦 哦 哦 等一下 闪闪果实 诶 OK 有能力咯 这是能力者啊 OK 来 砍人们 砍 砍 打下去 诶 哦 有一个 有一个 波蛇鱼 我以为是全部都是有那个 闪闪果实的能力啊 看一下他样子啊 这个 诶 还蛮帅的诶 诶 诶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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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来打过 来打哈 诶 诶 来打 打 OK 残穴 来打 诶 可以了 哦 开门了 各位观众 哦 Let's go 打一张照仙 啊 照个纪念 啊 OK 我们就出去吧 应该就完成了吧 啊 就得到了 各位观众 得到三个了 这样子说 我这个就完成了吧 啊 他刚刚 烧掉了 这个纸 OK 已经完成了 已经拿到三个了 这个新的道具 OK 拿到三个了 OK 那么下一个呢 就到这个 炎魔啦 啊 不过这个炎魔呢 啊 我 我呢 就游戏暂时玩到自己先吧 因为呢 这个炎魔呢 就是 啊 他有一个任务呢 是要打那个 那个 万圣精华吗 那个呢 我就真的打不出来啦 刚刚我有去 一直去打 结果打不出来 如果呢 我一直去打的话 不用剪影片 那么这个星期呢 啊 我就不用上这个 Brokus影片了 所以呢 我还是要暂时 就在这里 就停一下先啦 啊 如果我运气是超好的话 我这一集呢 就可以解两个啦 可是我运气是超烂的 所以 呃 还是要分开啦 OK 那么就影片到这里结束吧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 点频道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